前法新社驻北京记者董尼德新书 揭露中共政权背叛世界成为可怕掠夺者 中央社报导 董尼德披露 去年9月 法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 公布646页重磅报告 中国影响力行动马基维利时刻 报告公布前送到时任外交部长手中 内容太过震撼 最后是由总统亲自拍板公开 这显示法国最高层级态度也已改变 我现在位于法国巴黎军事学院 这是全世界史无前例的一份完全揭开中共 在世界范围内控制和渗透的报告 该报告有50多位学者撰写两年多 强调揭露中共而不是对中国 例如中共三大战法统战渗透世界 透过非武力的政治战争输出共产主义霸权 利用华为收集全球数据 渗透收买各国媒体等机构或个人 操作舆论掩盖疫情与活摘器官真相 报告揭露隐秘三一基地 操作舆论战 心理战 法律战 威胁台湾 以及中共对海外的跨国镇压 尤其大篇幅触及中共害怕最近区 79处提及法轮功 揭露主则迫害凌驾法律之上的 中共610办公室跨越国境内外的迫害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俭张东旭台湾报道